黑熊 黑熊 月亮 我要你当我的宠物 你想的美 我可是美丽高贵的月亮 为什么要给你当宠物 我变 如果你愿意给我当宠物 我可以天天给你吃这些 啊 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 说的我有些心动 但是我还是拒绝 变 那我就把你捶成月饼 啊 后头 好吧 我愿意 但是只有我太孤单了 你能让太阳和我一起吗 太阳可不会那么好说话 好 这小意思 月亮 你等着 丹尼 我们走 去找太阳 耶 我要太阳变成我的宠物 丹尼 我们趁太阳睡着了 就把太阳抓起来 可是 佩奇 太阳现在根本就不睡觉呀 有了 我们给太阳戴个眼罩 让它看不到我们 再把它带走 好主意 我用 哎呀 天黑了 该下班了 丹尼 我们悄悄的用袋子套住太阳 好 阿九 丹尼 你怎么这个时候打喷嚏啊 嘿嘿 没眼中 你们是谁 太阳 你要不要做我的宠物 哼 我拒绝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们就把你消灭 你可太瞧瞧我了 你交一个看看 让我来 怎么可能 竟然真的熄灭了 啊 太阳 你怎么哭了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宠物 我就不消灭你了 我已经45亿岁了 从来没有洗过澡呢 太阳 我没想到你这么不爱干脚 太阳的表面就有5500摄氏度 水一靠近就蒸发消失了 是的 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水呢 那 你做我的宠物 我天天给你洗澡 还给你用香香的沐浴露 好 丹尼 我愿意做你的宠物 太好了 丹尼 我们回地球去吧 乐迪 我们来比比宠物吧 你就比 小黑 出来 佩奇 丹尼 你们的宠物呢 看我的 月亮 出来 我来了 什么 你的宠物居然是月亮 哼 乐迪 看我的宠物 太阳 出来 啊 太可怕了 我快要被晒化了 我跑 主人 不要丢下我 小朋友们 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言计善